汉景帝前188年到前141年 明武 四少梦 是中国汉朝的第四位皇帝 其在位期间共济44年 被视为是汉朝初期最具有开创性 和推动力的一位皇帝之一 以下将围绕齐个人世纪 政治思想 政绩成就等方面 深入探究汉景帝的历史价值和影响 一 个人世纪 汉景帝出生于前188年 是汉高祖刘邦的外孙 他年幼时 由于身世显赫 曾经遭到赵国的囚禁 后来 他在父亲武安侯的带领下逃离赵国 回到了汉朝之后 便成为了汉高祖刘邦的侄孙 并被封为代王 前157年 汉景帝纪委 当时年仅32岁 在位期间 他颁布了一系列 有益于百姓的政策 比如减轻了赋税和劳益 调整了土地制度等 此外 汉景帝还非常注重教育 他曾经命令百官中的有识之士 编写《陈秋左传》和《史记》 以其提高人民的文化素养和政治意识 除此之外 汉景帝还重视和平外交 他积极推进和亲政策 与匈奴和亲 通过联姻的方式 缓和了与匈奴之间的紧张关系 确保了中原的稳定和安全 同时他还派遣了张谦出使西域 开辟了《丝绸之路》 加强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交往 二 政治思想 汉景帝在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开明的政策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注重百姓福祉 汉景帝非常关注百姓的疾苦 他在位期间实施了一系列减轻百姓负担的措施 比如减免税负 缩短劳益期限 调整土地制度等 让百姓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二 推行和亲政策 汉景帝采取和亲政策 通过联姻的方式 缓和了与匈奴之间的紧张关系 巩固了中原的安全和稳定 同时还加强了汉朝与西 与各国之间的交往 开创了丝绸之路的新局面 对于中国的外交和贸易发展 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 弘扬儒家文化 汉景帝重视教育 提倡儒家文化 他曾下令编撰春秋左传和史记 推广儒家经典 培养了一大批 有着于国家事业的人才 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稳定 四 加强中央集权 汉景帝在位期间 加强了中央集权 削弱了诸侯王的权力 通过设立郡县制度 和推行九品中正制等措施 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地方行政的控制 为汉朝的统一和稳定奠定了基础 三 政绩成就 汉景帝在位期间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政绩和成就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政治制度创新 汉景帝推行了一系列政治制度创新 比如设立郡县制度 推行九品中正制度 设立太学等 这些制度为汉朝的统一和稳定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后世政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借鉴 二 军事战略改革 汉景帝改革了汉朝的军事战略 他采取和亲政策缓和了与匈奴的关系 并加强了边防建设和军队的训练 大大提高了汉朝的国防实力 保障了中原地区的稳定和安全 三 经济发展 汉景帝重视经济发展 他推广耕毒传统 加强水利建设 发展农业生产 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并积极开发和利用西域的资源和贸易 使汉朝的经济繁荣起来 四 文化教育 汉景帝注重文化教育 他下令编撰春秋左传和史记 大力推广儒家经典 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 为汉朝的文化和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总之汉景帝是一位 有远见和开明的统治者 他在为期间进行了一系列政治 军事 经济 文化方面 一会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